大家好,我是李守红 咱们这节课接着讲GPPM从入门到高级开发这门课程 咱们这节课讲一个使用图片显示流程运行状态 这个项目我已经给大家写好了 包括里面的代码已经写好了 我首先让大家看一下效果 然后给大家讲一下这个代码是怎么如何实现的 咱们首先看一下效果 首先咱们看一下问题 咱们现在这个表单里边显示是总监的一个任务列表 咱们看到了总监任务 里边有四条任务 每个任务都有一个任务当前那个节点名称 比如这个任务当前处在总监审批这个节点 这个任务处在经理审批这个节点 这个这两个同样是总监任务 但是它处在组长审批这个节点 这个就让大家去就是光看这个节点名称 就有很多一些疑惑在里面 咱们是这个测身处地的去去做 咱们是一步一步的跟着做下来的 或者就是大概就明白具体的思路 但是如果让一个陌生人 让一个新人去看这个项目的话 看这个表格的话 就是理解不了 这个总监任务它怎么才能 就是我这个经理审批 怎么才到了中间 怎么才到了总监审批这个里了 包括总监审批 这个总监审批这个任务 究竟是怎么过来的 经过了哪些节点 这个里边就需要有个大大的问号 咱们这节课就讲一个 就是让大家去 不光从这个能看到的当前任务节点 还能看到这个历史任务 这个节点 咱们看一下 咱们看一下效果 看一下总监审批 我点这个图片 我已经做好了 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什么效果了吗 就是说我这里边是一个流程图片 图片里边有蓝色的框和红色的框 也有没有框的这种节点 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呢 我首先给大家讲一下 蓝色的框在这里代表就是 经过的一个历史节点 就是它曾经经过在哪个节点上 红色就表示它当前在哪个节点 这个整个图是一张图片 它表示就是咱们这个流程 整体的样子 大家看这个流程图非常熟悉 这个流程图其实就是咱们这个流程 部署里边的这张图片 就是这张图片 咱们就把这张图片 咱们想到了以前 刚开始部署流程的时候 把这个图片也部署进去了 大家看一下 见面 向大家看一下 这是图片 这张图片 咱们部署流程的时候 是通过GIP压设文件部署的 部署的时候也把这个图片和 XML文件都部署进去了 所以说咱们这个图片已经在数据库里边了 以前也给大家讲过 进入数据库以后 咱们现在又是把它从数据库拿出来显示到这个浏览器上了 显示到浏览器上以后 经过咱们进一步的加工 在浏览器上标出当前节点和历史节点 这个就是咱们这节课讲到了一个功能 大家看一下 刚才看到的是总监审批这个节点 咱们看一下经理审批 当前节点在经理审批 它曾经在组长审批这个节点 咱们看这块 当前节点在组长审批这块 也就没有历史节点 因为它就当前节点也就是历史节点 这个就是咱们这节课要讲的一个内容 是非常实用的一个内容 也是非常就是高级的一个内容 能看到这个历史走向 这个里边就是在咱们GPPM里边 也是非常应用广泛的一个技术 咱们看一下如何实现这种技术呢 实现这种技术肯定是依赖GPPM 给咱们提供的几个接口 这里边 第一个接口就是咱们那个非常核心的 就是我把图片部署进去了 我怎么把这个图片拿出来 这个图片是个什么 咱们看一下 我拿图片这个过程 就是这个方法 显示流程图片 PIC 它是整个就是返回到界面一个流 Input Stream 大家这个Input Stream肯定不会陌生 它是怎么关系的 就是通过这个方法 拿到图片流以后 然后把它打印到 界面上 这个打印的过程 这个这个过程 整个和咱们GPPM是没有多大关系的 这个整个的过程 就是跟那个Spring MVC一个关系 然后咱们重点看一下这个图片 怎么获取到流程图片 咱们看一下 获取流程图片 首先传递进来的是一个流程实例ID 然后获取到这个流程实例 然后获取到流程实例的ID 流程定义的ID 这块是流程定义 给大家改一下 获取到流程定义的ID以后 就能获取到流程定义 大家以前也给大家讲过 这个流程定义 其实就是整个这个XML 文件的一个秒 对应的一个实体 对应的一个对象 然后获取到流程定义以后 你就能拿到这个有这么一个方法 getImageResourceName 根据这个就是getResourceRStream 就直接能拿到这个流 直接反Return了 拿到了这个图片的流 图片当然是一个byte流 咱们拿到以后 返回个界面 界面上就是展示这个图片 第一步这个只是说展示了一个图片 这个蓝框和红框 是另外一个方法去展示的 咱们看一下 咱们看一下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就是要获取到这个坐标 咱们看一下这个GBPM里边这个定义 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 我给大家讲一下 看这个XML文件的时候 大家看到就是每一个元素都有一个坐标 大家看一下 横重坐标 看四个坐标 它有一个上下左右的坐标 这个坐标就能代表它所在的位置 就是说相对 这个位置就是相对于这张图片的位置 所以你这图标 比如说这个坐标 一二这四个点就是一二三四就这四个点的坐标 就是这个 就相当于这么X周外轴的坐标 也就是说有了这个以后 就是能定位这个元素所在的位置 就相对于这个图片的位置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这个G就是这个坐标 对应的是什么个实体呢 就是这个实体 这个实体就是对应的坐标 大家看一下这个实体里边都有什么内容 我给大家点一下 看一下 点个点 然后就出来了 不是这个实体 是这个 看见了吗 大家看一下 有高宽XY 有了长有了宽 有了X周 有了外轴 然后就能定位整个X节点和外点坐标 就能定位到整个一个巨型 这个就是咱们这个对象 它的意义所在 咱们现在就只要获取到这个对象 然后就能拿到这个坐标 然后坐标以后 就可以在页面上标出来 大家看一下 显示坐标有这么两个方法 两个 想回到两个对象 一个是显示当前节点坐标 一个是显示历史节点坐标 跟咱们页面上对应起来 一个是当前的一个历史的 当前节点坐标 就是咱们这个方法 就是获取到当前节点坐标 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代码 当前节点坐标 就是获取到 首先获取到流程实例 然后拿到当前的这个 活动节点名称 然后获取到当前节点这个坐标 历史节点坐标是这个方法 它也是 它的核心方法 咱们看一下 这个就是获取当前节点 这个核心方法 获取历史节点的核心方法是哪个呢 就是咱们这个 看到下这个方法 它能使用HistoryService 这个是咱们第一次用HistoryService 它能拿到的是就是整个就是历史的一个节点实例 然后从历史节点实例里边 再拿到历史节点的坐标 是怎么个是这么个过程 大家看一下 我给大家把代码展示一下 整个就是这个过程 然后获取到历史节点坐标以后 大家看一下 这个这个方法就是历史节点 它这个默认的方法是会把当前节点也包括了 也就是说历史节点就是相当于是所有的节点 所以说咱们这块对了区分当前节点和历史节点 把这个当前节点 这个是当前节点 这是历史节点 它们是在一个list里边 把历史从这个里边remote掉了 当前节点 是整个这个过程 大家要明白这个方法的意义 然后把咱们的 它们都传到那个request里边 然后返回到界面 这个后台方法咱们就说完了 然后说一下界面的一些方法 界面咱们看一下 界面是这么个非常简单的几句话 界面其实有两个请求 这块这个定时任务一直在掉 掉的时候就每次都弹起来 弹起来的话就打住大家视线 我把这个定时任务咱们去掉 咱们去这个定时任务怎么去的 大家记得还记得不 是从把这个job这个东西去掉 然后就ok了 把它 去掉 去掉以后再重启 然后它就不会去 总掉这个定时任务了 这个就是咱们定时任务的一个 上学科也讲过 讲time的时候 讲过这个东西 就是把定时任务去掉 大家看一下界面 这个就是咱PIC的一个GSP界面 它里边其实就是一个包点元素 很简单的包点元素 包点元素里边第一个就是 emaze标签 这个标签是什么意思 就是显示这张图片 就是emaze 咱们看一下 它的SRC 重要其他的咱们都 就是一个位置 是咱们的一个位置属性 咱们先不用关心 其实重要就是SRC SRC就是把那个流拿到 就是咱们这个方法 拿这个PIC这个方法 直接 看一下 直接拿到这个流 传过去一个 传进去一个流程实力的ID 流程实力的ID 当然是从后边去 这边去获取到的 是从那个页面传过来的 等会给大家看一下 SRC这块拿到流以后 拿到流以后 emaze标签自动就解析成一张图片了 解析完图片以后怎么秒点呢 第一个秒点就是用ZSTL里边 see if标签 如果在当前节点存在 然后就给当前节点秒点 描这个巨型 大家看一下这个巨型 它是由什么实现的 是由个DIV实现的 其实是 这个巨型其实是一个DIV DIV里边 把这个DIV的边框设置成红色的 然后就OK了 这个边框的有个什么 DIV肯定是有个X 有一个Y 然后有它的大小和高度 这就把这个DIV给描述出来了 整个就是包括它的历史节点 也是使用了个循环 首先使用了A 然后再用C4一次循环 把历史节点如果有多个 就让它多个点都描出来 这个就是咱们要做的一个 咱们做的一个方法 咱们看一下让它格式化一下 我把这个Ctrl SAVE加F 让它格式化一下这个代码 看着比较清晰一点 我让把这个换一下行 让它一行就能看清楚 一行一个屏幕里边都看清楚了 这个就是第一个步 就是一个Image标签 然后让它去显示这个图片 然后显示当前节点 然后显示历史节点 这就整个这个过程 每个节点 它其实都是DIV做了个边框 边框里边其实有它的颜色什么的 是不是Red吗 这个是Blue 直接都把它颜色描出来 把它的这个Left Top Wide 和Height Left Top Wide Height 把这四个数据一描述 这个DIV就直接就变成了一个红色的框 看起来就是一个红色的框 或者蓝色的框 这个就整个就把这个点描出来了 这个就达到了咱们的一个效果 然后呢 就是配置一个配置的过程 这剩下就跟咱们以前的一样了 把这个 咱们在这个 总监这边 咱们看到总监 总监那边咱们给它 有这么一个方法 原来不是只有一个查看嘛 咱们这块又定义了个 有变量 咱们叫做图片 图片中间用一个输线隔开 然后图片也是个A标签 然后最后Riturn的时候把这两个一加起来 然后就达到了一个效果 就是什么效果了 就是咱们的 看到这个效果 看到就是这两个是A子的 中间是两个A子的一标签 在一个操作里边 是达到这么个效果 这个效果达到了以后 咱们就 看到了这块就有个URL 点击一手直接去 点击到VoDo里边 VoDo咱们看一下VoDo 做什么的 等着VoDo里边 看一下 Hi里边Vo 直接就进入这个图片 这个方法了 就直接进入这个 查看图片这个方法 然后就能显示图片了 这个整个就是这个过程 再看一下 继续大家看一下这个 效果 这个就是咱们要实现这个效果 就是非常这个智能 那个效果 让大家看到这个图片的历史 GPPM的一个历史运行状态 一个方法 这个咱们的代码 就是给大家提前写好了 因为这个代码是比较复杂的 大家拿到原代码以后 一定要好好地消化 好好地去看一下 这块总的来说就是一个 就是前端的核心方法 就是前端的一个GSP 如何去显示这个图片 是一种就是咱们变通的方法 用DIV去描框 另外就后端如何去获取 第一是获取图片 第二是获取这些节点 把这个节点给返回到这个界面上 整个就是这种这个思路 咱们这节课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